图为S-300防空飞弹 近日,有媒体报道,最近以色列卫星识破了俄军的虚实,因为俄军之前曾声称向中东地区部署的S-300飞弹将能彻底改变局势,但从这次以色列卫星曝光的情况来看,S-300飞弹依然无法发射,因为S-300只有飞弹没有配套设备,俄军拿什么来阻挡以色列的空袭呢? 看来俄罗斯这次牛皮吹破了,对此,外媒也评论称,看来这次S-300原型毕露了,先不说俄国部署在中东地区的S-300防空飞弹,是不是能够对以色列的F-5战斗机造成威胁? 就算俄国把真正的S-300后期型号交付给他们的中东协有,不过按照中东士兵一项较低的军事纪律和训练水平标准,玩图持守的可能性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在此前就有过中东士兵因为在遭遇空袭的时候并没有进入防空作战车辆内部,而导致了防空单位被空袭所摧毁。 对此,俄国提供给中东地区的S-300就算全套系统齐备,能不能正常运作也还是个谜,图为S-300防空飞弹。 而更加令中东民众们目瞪口呆的是,虽然说俄罗斯已经无偿交付了三个营的S-300防空飞弹系统,并且给每个营提供了100枚飞弹,但是实际上已经到达的只有一个连多一点, 四辆发射车,连标配的指挥车和照射雷达都没有。 而更加夸张的是,有媒体报道俄国给中东提供的,实际上是S-300PM飞弹,而不是最为先进的S-300下午2。 这意味着这一飞弹仅有75公里的防空距离而并不是200公里,毕竟就算是S-300下午2。 俄国自己装备的数量也并不是太多,如果这次拉过来中东的全部都是S-300下午2,那么俄国基本上就已经把这种防空飞弹的最新改进行全部拉过来了。 而另外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在当初伊尔20被击诺以后,俄军所启动的三大补救措施除了交付S-300防空飞弹以外,还有提供对应的自动指挥控制系统和电子干扰设施,对中东地区的北约战机进行电子作战。 但是很多人大概只看到了S-300了,作为一种防空飞弹,S-300系统本身并不只是只有飞弹,还需要对应的连级或者以上指挥系统,火控雷达,搜索雷达,电子干扰和反干扰设备,自动化火控解算计算机,以及驻扎指挥人员的引指挥方舱和电力供应车辆。 这些S-300系统所使用的附件,某种意义上比飞弹更加重要,图为S-300V防空飞弹。 而且,为了使用这些设备,俄国还要整合中东这个国家自己所装备的防空系统,并且是在它老旧的系统和俄军自己所使用的防空设备进行联网,这样才能够最大化地发挥这些设备的作战效率,使其变成一个高效有力的防空体系, 才能对北约的空中部队构成足够的威胁。 所以,重点并不是俄国给中东提供了多少防空系统,而是俄国有没有提供足够的辅助装备,以及充分对中东这一国家的防空兵体系进行训练,并且整合防空作战指挥系统。 要不然,就算给了再多的防空武器,在中东的防空兵很明显都只是喳喳的前提下,都只会有被北约空军摧毁在地上的结局。 在2018珠海航展上,一大批新型国产武器装备公开亮相,除了常见的各型枪械、火炮、装甲车辆和战机以外,一些用途和杀伤机里较为特殊的武器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例如刚刚曝光的LW-30型雷射防御武器系统,摄影,利刃摔眉干。 该武器系统是一款车载型定向能武器,与传统的依赖火药为推动力的武器不同,它采用的是高能雷射照射方式来毁伤目标,主要针对的就是近期在世界各个战场上广泛出现的小型无人机。 近年来,随着小型民用无人机生产和销售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其应用也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民生领域。 同时,其潜在的军事用途也引起了一些有心人士的注意。 在叙利亚内战、伊拉克内战和乌克兰内战中都可以看到小型民用无人机的身影。 除了承担空中侦察和引导地面分队作战以外,还出现了能投掷小型炸弹的小型无人机,和直接装配战斗队的小型自杀无人机。 前者在伊拉克内战时曾经用投掷的手榴弹,击中了伊拉克陆军的美制M1A1主战坦克,将车长当场炸死。 后者则在2018年8月4日对正在发表讲话为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发动袭击,导致多人受伤。 尽管从损失来看,这些攻击的效果没什么出奇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其极其低廉的成本和获取途径,以及有可能会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 各国军队和警察都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应对民用小型无人机带来的全新威胁。 从表面来看,击落一架飞行速度慢,高度低且结构脆弱的民用小型无人机,对于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但现实却不是如此简单。 抛开如何发现小型无人机和对于进行识别等难度不说,仅就使用何种武器可以击落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由于其体积小,飞行高度低且多采用非金属制程,无论是红外特征还是雷达反射波都较弱,使用红外成像或是半主动雷达制造的地空飞弹虽然可以击落小型无人机,但是付出的成本实在是过于高昂。 目前俄军在叙利亚战场上就主要依赖道尔M1的空飞弹武器系统和铠甲S1弹炮,结合防空武器系统执行反无人机任务,效果虽好,但是却也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其次是高射击,枪,炮虽然也可以击落小型无人机,但是如果在城市中使用高射击,枪,炮时,空中飞散的弹片和未爆弹对于周边人员,车辆和建筑, 车辆的威胁较大,尤其是现代城市中的高层建筑物较多,其因因物机造成较大的附带损伤,最后就是传统的地空武器系统车辆多,战地面积大,不利于城市中部署和作战。 2.LW-30雷射防御武器系统应运而生,与上述这些传统的地空飞弹枪炮武器系统相比,LW-30型雷射防御武器系统通常由雷达指挥通信车, 雷射战车和保障设备等组成,整套系统机动灵活,作战响应极快,由于硬向能武器,具备了打击精度高,附带损伤小,系统反应时间短,使用成本低,持续作战能力强等优点。 该武器系统的核心是一台输出功率达30千瓦的高能雷射器,对于典型的小型无人机,其有效射程可达4000米,在800米距离上可烧穿2毫米厚钢板,足以击毁绝大多数小型无人机。 除了直接烧穿小型无人机机身以外,该系统还可以直接照射其搭载的爆炸物,通过引爆爆炸物来摧毁小型无人机。 其作战效能远高于传统的空飞弹枪炮武器系统,特别是其具备了优良的经济性,只需要消耗电能就可以完成作战任务。 其持续作战能力也远高于需要弹药车进行补给的地空飞弹枪炮武器系统,LW30型雷射防御武器系统射击时的本体噪声很小,适合在阅兵、游行等人员密集场所,避免了因高射枪炮射击时巨大的噪声而导致的人员混乱,出现踩踏事件,是一种要的防空武器系统。 除了能对付小型无人机以外,LW30型雷射防御武器系统对于大中型无人机也有一定的威胁,其高能雷射数可以破坏大中型无人机的光学转塔,使其瞬间丧失战斗力,同时还可以直接照射光学制导的精确制导武器,通过毁伤其光学引导头,使其无法命中目标,达到保护被攻击目标的作战使命。 除此以外,该系统还可以通过照射敌方武装直升机或是低空攻击机飞行员,迫使其转向或是爬升,达到保护目标不受攻击或是骚扰。 从目前各国的研发和装备的反无人机武器系统来看,定向能武器无疑是性价比最高,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一类。 国产LW-30型雷射防御武器系统的问世,为中国军工填补一项重要空白,同时也拓展了中国反恐震报专业作战装备的品种。 3.LW-30型的缺点和未来发展方向 从目前各国定向能反无人机武器的试验情况来看,定向能武器最大的缺点是缺乏全天候作战能力,在气象条件较为恶劣时,雷射武器的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考虑到小型无人机在恶劣天气通常无法升空,所以也不能算是什么大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由于其有效射程较劲,LW-30型雷射防御武器不能为前沿部队提供精准的反无人机火力,毕竟其较为薄弱的防御不是依靠前部署。 未来可以考虑将LW-30型雷射防御武器的底盘更换为8×8轮式装甲车,这样不仅能提高其越野机动性能,也能随时伴随部队作战, 不仅可以执行反无人机和抗击精确制飞弹药的任务,必要还可以承担起战场雷射压制任务,毁伤或是压制敌方驱击手或是反坦克武器射手,是伴随部兵或是坦克作战的理想武器,有望成为新一代战场上的多面手。 LW-30型雷射防御武器目前适用范围还是比较有限,但随着国产影像能武器系统的成熟,其未来在战场上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